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叙利亚长期内战导致社会结构崩坏,年轻男性不是上战场就是逃亡,导致许多逝婚女性找不到对象,担忧孤独终老。 以色列时报报道,叙利亚女生纳尔表示,她30岁了,渴望结婚,但身边适合的单身男性却寥寥无几,她希望能够带上婚戒,但男生们几年来都离开或移民。 报道表示,叙利亚长期的战乱导致年轻男性移民加入军队或是因战乱死亡,回到大学念书的纳尔说,她没有朋友,爱人,没有丈夫,害怕自己结婚时,头上一线滑法。 报道指出,过往叙利亚女性多在20多岁结婚,但现在的叙利亚女性,即使32岁结婚也不会被说情话。 从内战爆发至今,超过34万人死亡,数千男性被派驻前线,3200万人口中有500万人逃离到国外。 叙利亚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然崩坏。 对于适婚男性而言,一张逃往国外的机票比娶到老婆更重要。